记者吴正廷金门报道,金门一名零性工人今天下午在塔山电厂近20公尺高的机房阳台顶进行空机维护,右小腿遭掉架压伤,开放性骨折,由于现场出入口狭小,施救困难,消防队以32公尺高的云梯车搭救,才将受困伤者紧急送医,性无大碍。 台电塔山电厂运转组经理岩木群说,零性工人大约在下午20-30分左右,在四楼屋顶进行马达跟风机的起吊作业,不顺被临时吊价压伤脚,由于吊价重约40-50公斤,伤者眉头紧皱,表情十分痛苦。 台电考量四楼通往顶楼仅有一处狭窄龙梯出入,施救不易,担心伤者受控顶楼,立刻向消防队求救。 消防局京城分队小队长黄平氏说,顶楼出入口狭窄,医护担架无法通过,决定先由队员肖志凯,周嘉庆熙装备,登顶苹果及包扎,再与龙里来,虚仓望二队员架设救助器材并升起晕梯,透过32公尺的梯壁,将满脸愁容的灵性工人抢救下来。 救护人员确认包覆的软性单架安全措施完备即刻送往金门医院,顺利完成地区少见的高空救援。